这个我问一下这个委员 那同样是这个南海国家 我们看到越南 越南跟中国大陆有时候 我们看到当然有很多合作的部分 当然也有些紧张的部分 那有一个消息 今天是最新的 大陆国防部的网站公布 大陆的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又霞 24号到26号 就是帅团访问越南 那媒体所有 特别是西方媒体关注到就是规格 说规格很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 近乎国家元首 有红地毯 有三军仪战队 有礼炮等等一样不少 然后见到谁呢 最高总书记呀 国家主席呀 总理呀等等 通通见了 当然他也跟越南的军方 有一个会议 那越南当然了 一定会讲这个 一个中国政策等等 那张又霞也有发表一些谈话 在这个谈话当中四平八稳 那大陆国防部的字数也很少 但是今天这个讯息呢 吸引了所有西方媒体的注意 因为当然了 写的笔法都有一点点挑拨的意味 就是说 最近中国都在说是 两个月亮出现了 对不对 谁谁谁跟谁谁谁 到处大点名 所以这个所谓的 近乎国家元首班的接待 张又霞也被点名 是其中一个月亮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错误的报道 就是张又霞呢 规格很高 但他只字不提大陆 现任的最高领导 不提习近平 但是我去看了这个文件 他是有提习近平 他一开始就 转达了这个习近平主席 对于这个越南领导人的这个问候等等 所以你就看到跟西方媒体写的内容 确实并不是太吻合 所以这个委员你怎么看待这个讯息 西方媒体如此之关注 还有为什么越南给这么高的规格 我是觉得西方媒体不太了解共产主义体制 共产主义体制 来了一个毛泽东发明一种 只准党指挥枪不准枪指挥党的建党建军原则 这个是几乎是个铁律 不像国民党军事军事党是党 两边在同一个头子 所以他们军人会主席 就是他们的三军统帅 一定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然后一定会设一个专职的军方几个人员 不只他一个副主席 好几个副主席 那应该有三个吧 副主席就是等于是三军副统帅 然后等于是解放 中国解放军的副统帅排名第一名的 所以在对越南这个共产主义国家 越南是比中国还要封闭的 共产主义国家 所以他接待同样的 他当然会把他看成副元首来接待 就像韩正在大陆内部 并不是一个实权的副总统 可是他到海外访问 都是以副总统的规格在接待 这是外交上的基本的礼仪 那只是这个西方媒体 故意要做文章 要骚骚照 你看两颗太阳三颗太阳 他不太懂了 这个在共产党的体制里面 张又霞是要百分之百 服从习近平的 用我们台湾的例子 他看到习近平进来 他一定齐力敬礼 这一定的 这重要的规格是这样的 不像我们的将军 看到赖清德进来 还不站起来敬礼 赖清德很生气 这个体制大家知道 至于这个台里出访 当然是有助于这个越南的军队 跟中国的军队的一些合作的项目 越南虽然是经常要跟美国抛抛媚言 跟俄罗斯亲力亲力 像俄罗斯在搞金砖国家 他搞了一个好大的代表团 煞有其事的跑到这个卡山去参加 那为什么 就秀给美国看啊 对不对 你还可有克高关税 还说我不合你们的市场地位 不能够享受优惠关税 好吗 所以你变吧 那我就故意亲密一下 这个北京亲密一下 莫斯科给你看 看你美国要不要懊悔 美国看在眼里面眼睛咕噜咕噜的 就可能要真的要把越南的这种 非市场经济 美国人的非市场经济 就是我不给你优惠关税 就可能会稍微那个 那问题是美国自己在越南投资很多 很多大陆的美国的企业 都搬到越南去 去享受越南比较低的劳工薪资 但是他们还是从中国大陆买原材料 所以你发现到越南对中国大陆 是严重的出口逆差 可是越南是乐在其中 因为他们对美国出口顺差 他们也自己知道 他们是扮演中美地缘政治底下 一种习惨地的角色 那委员你顺便补一下这个印尼 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份 这个印尼内部的调查 这个民调 就是印尼当然很大比例的人 认为中国大陆是最好的盟友 但也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而这两者并行不备 所以印尼这个动作一样的 西方媒体也一样大肆炒作 你怎么看待 那在陆方 当然大陆有很多民众也不能理解 从亚万高铁开始 不是这个一路兴奋吗 那到这个双方的这个来往啊等等 所以突然之间驱离这个大陆海警船 似乎让大陆民众有点不能理解 我们了解印尼人的一些想法 就是将心比心 他们觉得中国的崛起 事实上是带动了在越南 在印尼的华人社会的成长 以前他们是嫉妒印尼的华人 有很高的经济地位 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所以印尼在政府以前好几个都很想要平息 两边的一些不必要争论 那印尼是发生过好几次很严重的排华的 在排华的历史上 第一个就是印尼 第二个是菲律宾 第三个马来西亚 那印尼当然是排在后面 因为因为印尼人怎么看 跟中国人长相就很像 所以要排有时候分不太清楚 跟泰国一样 为什么泰国人站在那边 你跟中国有时候分不太清楚 所以因为这个DNA的关系 所以有这么一个情形 那这个印尼有这种背景 表示当地的一些矛盾 然后如果有一个很强大的祖国出现 然后印尼的华人 有时候会比较有安全感 相对的这种安全感 看在印尼其他的人口里面 会觉得他受到了压抑 所以他会觉得说中国是他的威胁 跟这个有关系 不是中国真的有武力 中国管你印尼干什么 无聊嘛 对不对 那这个现在就是说 他们又想要因为中国的帮忙 因为东协的一个贸易协议 能够获得经济上的好处 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情节是 又清净 又有点害怕 但是害怕的主要原因是 印尼这个华人社会里面的 一股很特殊的力量 但是就中国来讲 就是尽量去做外交的工作 因为一方面让这个在印尼的 这个华人跟当地人能够和谐的话 基本上也有助于这个中国的外交工作嘛 像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华人 选上了亚加达的市长 那因为可能讲话不小心 被逮到小辫子 就被判刑拉下来 因为他是基督徒 就他讲了两三句可兰经的话 被认为是亵渎这个穆斯林 所以就因此在 在印尼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我想提到宗教就没有言论自由 跟在泰国一样 泰国是民主国家 提到国王就没有言论自由 所以就产生 可是中国也只能从背后面 去给这位华裔的 雅加达市长侧面的帮忙 但是这个事情在当时至少安抚下 那不管如何 印尼毕竟不是 你死我活的死对头 中国也不是印尼的 你死我死对头 中国要告诉印尼人 就说澳大利亚才是 你们先弄清楚 所以才大陆外交部的回应当中 大家就看到 跟对菲律宾的回应 是完全不一样 rix object 3 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